朋友们好,我在前面发的那期视频 就是介绍乌克兰进入欧盟 候选国的那期视频里头 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清廉指数 我当时说,乌克兰排名120多位 俄罗斯排名130多位 往前进一位,做出相当相当大的努力 那今天呢,我就给朋友们大概的 聊一聊,就是在前苏联国家 那15个加盟共和国吧 他们在这个清廉指数排名上 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首先呢,我先大概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什么是清廉指数,清廉指数啊 英语叫做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它们缩写为CPI 但是呢,你不要用CPI去搜索 CPI它代表很多很多的概念 你要是搜索,您就用全称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就是全称去搜索,或者是直接用中文搜索 就是清廉指数 中文还叫做腐败感知指数 跟清廉印象指数 这个指数呢,是由透明国际 这个非英力组织 由它来发布的 它最早是从1995年 然后呢,它每年都发布 当然,这个指数当中 排名比较靠前的都是小国家 而且呢,大多呢,都是咱们 这些华人心目中的苦寒之地 比如丹麦啊,什么芬兰啊,挪威啊,瑞典啊,等等的 当然,这些国家呢,我就不说了 我呢,今天就只说前苏联国家 因为我对前苏联国家比较熟悉 很多国家我都去过 尤其是中亚那几个斯坦 几乎都去了 在这个前苏联国家 他排名最好的呢 是爱沙尼亚 他排名第13位 就在这个排名当中呢,排名前50位 都是相当相当清廉的 50位往后的呢,差不多 就已经不行了 排名最好的是爱沙尼亚 他排名第13位 接下来呢,是立陶宛 排名第34位 再往下呢,就是拉脱维亚 排名第36位 再往下是格鲁吉亚 你看,格鲁吉亚 咱们很多人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感 这次他在支持乌克兰的时候 出了1500个志愿兵 就是让咱们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就说明这个国家相当厉害 但是它的国家也是相当清廉的 就是在最新被欧盟 接受为欧盟候选国的三个国家当中 它是最清廉的 它的清廉指数排名呢 就是在整个全世界 排名是第45位 也在第50位前面 当然在前苏联 它排名到 前苏联国家 它排名到前五名去了 这个格鲁吉亚完了呢 就是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也不错 是第58位 再下来呢,白俄罗斯 排名到第82位 反正50名以后了吧 但是相对来说 人家没到100名之后 也还可以吧 这个白俄罗斯完了呢 就是摩尔多瓦 也就是刚刚被欧盟接受为候选国的 它是排名第105位 再往下呢,就是乌克兰了 它排名第122位 再往下就是阿塞拜疆 排名为128位 再往下就是俄罗斯 它排在136位 再往下就是乌兹别克斯坦 排名第140位 紧接着呢 就是杰尔基斯斯坦 是第144位 再往下是哈萨克斯坦 是第150位 塔吉克斯坦呢 排名也是第150位 土库曼斯坦垫底 排名第169位 我在土库曼斯坦 生活过很长很长时间 第169位 排名是什么样的 我心里很清楚 然后我再把整体的 我的印象给朋友们说一下吧 就是这个清廉程度 我觉得相对来说 基督教国家普遍的 要比非基督教国家要好一些 你说沙特 或者科威特 或者是阿联酋 他们都是相当相当富裕的 他们那些国民的富裕程度 甚至超过了北欧的丹麦尔、芬兰娜 和大洋洲的新西兰娜等等的 但是呢 他的国家的清廉排名 并不是特别的高 当然他国家比较富裕 公务员工资比较高 他总体排名还是相当相当高的 在前苏联国家里头 你看爱沙尼亚 跟立陶宛 还有拉多维亚 最早 最坚决的 从苏联跑出来的那几个国家 排名都是相当相当高的 另外一个就是 在前苏联国家里头 你也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 谁跟俄罗斯有仇 谁呢 就是清廉的程度高一些 你像格鲁吉亚 跟俄罗斯仇多大呀 排名也是相当不错的 至于波罗的海 就不用说了吧 好,那今天呢 就先聊到这里吧 因为这是个相当敏感的话题 我不适合发挥的太夸张了 好,那就先聊这儿吧 感兴趣朋友们呢 就去百度或者翻墙的谷歌里面去找 然后你们很容易就找到很完整的资料了 谢谢,再见,拜拜